謝謝各位來賓今天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參加陳老師的水彩畫展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新加坡水彩畫會會長謝江水先生 來出席這個畫展並且當我們的特別嘉賓 所以事故宜遲 讓我們先邀請他上前說幾句話好嗎 各位藝術界前輩 各位藝術界同道 畫家 昌浩兄 還有畫廊的主持人 我早上不在 何紹冰先生 女士們 先生們 古堅好 畫家在2012年開播課長 他有暗示邀請我做主兵 我懷疑了 因為不論在備份上 藝術的備份上 在藝術的成就上 昌浩兄都在我的上面 所以 不過今年 他又開口邀請 我想他是有意要提拔我 要提高我的知名度 我就恭敬不如同命之 我謝謝他 那麼 至於他的藝術成就 我引用何家良博士 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特康 他出版的一本特康 叫做 本土關懷 意義風采 我引用這裏 我看這個表一下 他在四方面的成就 第一是書寫 他說他的書寫 昌浩兄的書寫 線條 簡念流暢 倉勁有力 有動感 有張力 我個人以為他的書寫 是新加坡的一節 不管量多 而且很獨特 怎麼樣獨特 你們請教他 我不好把他的 叫我的那些特點呢 他的功夫呢 沒有得到他引起 不敢講出來 水漫畫 莫印龍蛋有度 必法弦手有方 亦在筆先 亦盡閃睡 第三是油畫 他說在複雜的場面 他都能抓住重點 營造氣氛 畫面洗洗如生 觀者引起動靈 那最後是他的強項 水彩畫 何博士說 他因為和一鏡兼而有之 甘銳無窮 我補充一下 長濠雄在水彩的留白很特殊 一盆花可以留白 一棵樹也可以留白 我看過他一座大山也留白 而且恰到好處 我還沒有看過別的水彩畫 有這樣的大膽 跟這樣的留白 我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取自於2015年12月17日早報的富康 我有複印20份在這邊 話說加拿大有一個花牌 叫做氣人花牌 其中有一個佼佼者 名叫湯姆森 湯姆森沒有經過正規的班科美術學校的 他的話的公布 都是由這氣人指導他 但是他進步神術 他很愛這個加拿大 他很愛安德烈盧 他很愛那個神 叫做阿坤甘神的風景 所以他很群在那邊做畫 而且自願做想打 自願做救我員 那麼 這氣人花牌 他的畫 粗糙 我確定印這個出來 看起來是粗糙 跟自作 但是這個畫有很強的生命力 有頑強的生命力 那麼1926年 加拿大國家美術館 要收藏這七人中的其中一幅畫 結果引起新南大坡 很多負面的評語都來了 這個醜陋啊 幼稚啊 還有這個畸形啊 都來形容他們的作品 可是今天呢 加拿大之魂 就是加拿大的靈魂 夾在這七人牌的頭上 那麼 這個湯姆山呢 也被國家尊為值得最驕傲的藝術家 並且為他利同向的 他這幅畫 被列為國家之寶 我為什麼提這個故事呢 這個故事印證我對藝術的一個觀點 我在2012年那一本書啊 同樣的那本特康 也提到長豪兄 他對花會無私的風險 我們的特康啊 儘管是三百面 他一手做到完 那每年的這些特康啊 布條啊 他都做設計 還有他對後進的提拔 他對有人的誠心誠意 這些都表現在他的畫面上 所以我覺得他的畫 有一股浩然之氣 最後 我覺得七人花派以及湯姆森 很幸運的 出生在加拿大 被加拿大賞賜 我不知道他們假如出生在新加坡 他們會不會得到同樣的待遇 我不知道 那麼最後祝展出生功 謝謝 謝謝會長 那我們現在邀請陳老師上前說幾句話 講話我是很辛苦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你叫我畫畫的話我可以畫得還好很 不過我會感謝我們的會長 謝江水能肯定來幫我開主持這個 哈囉 這個畫長開幕臨 再說我參 其實我畫水彩的年齡也不很久 可以算起 我在1993年 參加加入水彩王位 那個時候有十位畫家一起加入 我曾經 進水彩王位後 有一點後悔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的 大部分的人的 畫畫的功夫 都比我那個時候 神秘機器人畫畫的聰明啊 來的這麼精明 我在想 我什麼時候能夠畫到這樣 有點怕 後來一個朋友 我跟一個好朋友講 他說你不用怕 你自己下鼓勾 那麼我就好了 自己就定下自己十年的時間 給十年的時間來趕上 我自己那個時候 參加的畫長的作品 所以已經在2003年 是我第一次各長 所以我的風格 就改變整個東西 改變的風格的情況 我應該首先應該感謝一個人 那就是陳建波先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書法 但是我一看他的書法 就有一種大 有一種 異書跟異書的兩種呢 困惑起來 造成自己一種風格 造成自己一種風格 那麼我在想 那麼我要怎樣 改善我的水彩呢 我就想 可以不可以把我 所以前的學到的很多東西 綜合起來 形成我自己一種風格 所以後來就是2003年 證明了我這條路走的對 所以一直下來的話 算起來我今年都有 其實我本身不是很喜歡搞各長 這樣的話算起來就已經六次兩年 包括這一次 所以這一次的話 要謝謝大家來 多多給我提議 去評一下捧場 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邀請陳老師 獻禮給謝會長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